刚才听到针对台苏六亲仗机二连三的意外 云林县长苏志芬很不满的严厉抨击 甚至说居民对于六亲武器造反有理 那么台苏五十化董事长王文潮也觉得事态严重 傍晚低调的到了县府拜会苏志芬 两个人屁事密谈 好 刚才看到王文潮一看到苏志芬 就低声的连说了两次心累 不过面对媒体的询问 他一概不予回答 而两个人随后屁事会谈 然后因为六亲武器扩厂计划 目前还在进行二期环平阶段 而这时候苏志芬又对了六亲公安事件说了重话 王文潮此行 外界就认为是为武器扩厂计划来缓加的意味相当浓厚 问题扩厂计划来动计划来动作品 难道